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我是李國氣 美歐大爆發,疫情極嚴峻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174點,收報23352點 成交有1217億 今天港股回吐少少,不算多 最主要,連日都反彈了1800點上來 美國通過了2萬億美元的救助方案 這是市上最大規模,接近16萬億港幣 為數真的很大 2萬億美元,等於美國GDP9.4% 因為2019年GDP21.4萬億 美國GDP21.4萬億 今次動用2萬億美元,9點多% 即數目真的很大 參議院通過了 好了,國會通過了之後 預計在星期五,特朗普有機會簽署 好了,當然還要過這個 相信應該不難的了 過完之後,特朗普簽,很快就應該有支票寄給美國人 就緩解一下這個疫情 不過,緩解一下的其實不是真的疫情 而是心理上高 對經濟應該有些支持 但是對疫情,恐怕還未見到曙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根據美國佛普金斯大學的統計 到26日,即是今天,星期四 北京時間凌晨4時50分 確診人數超過40萬 全球確診人數超過40萬 累計死亡人數超過2萬 問題現在,不是在亞洲區 亞洲都有,日本現在都有些少少數字反彈上去 過千宗 現在最大的問題,在西歐的地方和美國 星期二十六日這個數字 即是美國、歐洲那些還未公佈 現在只能夠知道二十五日的數字 美國,二十五日確診人數,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六 當他一日之內確診 令到累計確診人數,去到六萬九千多 估計二十六日的數字一定 即是應該是超,七就一定超過 會不會是超過八萬呢 如果會超過八萬 因為內地確診人數是八萬二千 如果他星期四,那個公佈的數字 是好像星期三一樣,有一萬四千宗 你加上去,美國就會立即超過了 中國成為全球最多確診人數的地方 歐洲方面,西班牙和德國這兩個地方 單日確診人數,二十五號數字 都是超過七千人 德國有七千八百三十九人 西班牙有七千四百五十七人 累計西班牙有四萬九千五百多人 德國有四萬一千多人 這些現在還在爆 還在爬波上去 意大利的數字,好了一點點 累計新增確診人數 回落到五千二百多人 但是累計確診人數 七萬四千多人 這是計中國之後,第二個最多人確診 但是美國是有機會,很快 今天二十六號如果公佈的數據 很有機會,是超過中國 就算不是二十六號,都是二十七號 都會超過的了 所以知道,現在它根據科學家統計 其實美國現在爆的程度 其實一直都是以指數 就是秋美一直上升 就是每多人,越來越多人 其實是講的是,怎麼多呢 就每十六天一個lock 如果大家讀數學都知道 就是lock就是十次方 就是乘十,十倍的意思 不是乘十次方,是乘十 十倍的意思 就是每十六天,就會多十倍 這個數字 如果它stop不到的話 其實根據現在最新的 去到六萬多宗 六萬九或者七萬宗 如果stop不到的話 十六天之後,就會乘十 就是大概去到七十萬 所以其實呢 那個危險或者危機 現在還未過 現在那個國會 是有機會派錢 為數不少 但是怎樣阻止疫症才是關鍵 怎樣才阻止疫症呢 可能就要各國聯手 起碼現在就是說 美國有足夠物資才可以 口罩都不夠 紐約那個州長 叫救命 聯邦政府,美國那邊 特朗普都幫不了他 所以特朗普 有機會要向中國 尋求幫助 所以暫時他現在怎樣 不講中國肺炎 不再講了 怎樣呢 他現在想著 今晚八點鐘 就會有一個 G20的領導人會議 就是電話會議舉行 看看是否大家可以 聯手抗疫 不要小看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 如果說出一些好事 就有機會 不是即時可以抗疫 是有機會在短時間之內 做到一些事情 幫到手 那麼中國是 有沒有可能是 幫一些物資過去 大家留意著 說回今天 其實現在都在怕疫情 所以就算美國 國會通過了那個法案 說會有這麼多錢 派出來之後 為何今天的市場 都沒有什麼 彈不起 這一刻 歐洲的市場 跌了2-3% 因為剛才所說的 歐洲的疫情 根本也是在爆上去 真是很慘 因為封城又不力 總之物資又不夠 有很多東西 大家明白 好了 這樣的情況下 真是 疫情深不見底 好了 我們看看今天 港股的情況 算跌得少 浪住在上高 戰爪所指 這裡都似一個 高低腳小雙底反彈 3月19日低位 21,139點 3月23日低位 今個星期一個低位 21,659點 如果現在 守住在項線 即是3月20日高位 22,805點 當它22,800至上 守住在22,800至上 的話 有機會去到24,500區 大概就是這裡 3月11日和12日 這個下跌裂口 這一天 那個裂口底部 即是這一天 12日的高位 就是24,600 大概24,500至24,600 這些水平 國基指數的情況 類似 都是高低腳 就是當它小雙底 反彈格局 守住在項線 項線在9126、918區 守得到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再反彈 去到大概1萬關 1萬關也是在11月12日 這個下跌裂口之間 技術走勢是這樣 最怕就是 當然受到疫情影響 守不到 守不到 那怎麼辦 在恆治 萬一守不到 即是跌穿22,800 的話 你就要考慮 它可能 這個熊市反彈 就提早結束 有機會就回落 所以現在短線來看 最重要是看著22,800 但是 守得到的話 比如說有好消息 大家聯手抗疫 美國又通過這方面 那它便有機會彈高一點 到時 我們拿著的貨 就繼續可以再坐一回 這樣 反彈再高一點 內地股市方面 亦都是有一個裂口 就是看著這個裂口 不要看 不需要看最底位 萬一 這個回補了裂口 並收於其下的話 即是多少呢 上升指數24號高位 是2723點 如果它回到278點之下 大家明白 反彈沒有什麼力 要小心破底而落 如果守得住 又可以再坐一會 再看高點 現在關鍵 就是 疫情爆發的地方 那些走勢都不是很好 德國這樣 其實現在跌到3% 即是一旦彈上去 彈不起 一萬關 這裡有一個下跌裂口 3月11日和12日 這個已經是彈上來回補少少裂口 但是 彈不到上去 現在又開始回落了 如果彈不到上去的話 要回落的話 要小心 看著是否會穿底 這個低位呢 是8255 差不多 8250 如果穿底的話 即是一浪低於一浪 繼續都是淡 守得到 才是叫做好 這段時間真是觀望 西班牙一樣 彈到上來 一樣是3月11日和12日 這個下跌裂口 接著彈不上了 現在亦都跌2-3% 亦都要小心去穿底 3月16日低位多少 是5814 如果跌穿5800的話 也都是要相當小心 就是一浪低於一浪 即是說跌浪未完 因為疫情繼續都是差 英國現在不算爆得多 英國25日 確診人數是1479 即是1500人 不過歐洲的現在爆 最怕就是會遲早燒到它那邊 所以它都是跌不起的 都是要跌2-3% 現在5600那裏也是跌不起 小心亦都穿3月16日低位 大概這裏是498 你當它498區 如果萬一跌穿 也是一浪低於一浪 剛才說過 日本其實 今天跌至4.5% 跌得比較多 因為它的確診人數 突然間今天 又彈高了 去到過千 所以反彈 乏力 三支揚竹之後都回落 它現在已經退後了 奧運的舉行 去到明年 在這段期間 希望它快點 正視 撲滅疫情 因為日本人都比較守規矩 如果政府肯叫人 譬如說 不要出來 或者戴口罩 因為日本人都戴慣口罩 減少一些接觸 日本人聽說應該不會爆到 好像歐美那種情況 希望樂觀點 這樣看 歐美那種情況 就真是難搞 好像美國那樣 根本都還不肯戴口罩 美國現在不肯戴口罩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通過了一個法案 有些支持 就彈一下 但是它疫情很嚴峻 所以今天 我是經濟日報都寫了 就是說 疫情嚴峻 要做兩手準備 你有那個方案 指揮方案 能夠彈一點 繼續可以審慎樂觀點 希望賺了這一節 但是疫情這麼嚴峻 始終都是要擔心它 有機會破底而落 那麼低是多少 18213 18213 不需要跌破了這個位置 才知道慘 這裡有一個上升歐口 23和24號 即是24號低位 19649 你跌穿196的話 開始回補這個歐口 你都知道不好養的了 所以不需要等到破底 才確認是差 短期的今天 可能今晚也會有些回套 整體來看 整個歐美的市 是有機會破底的 因為疫情是非常之嚴重 唯有一個派錢搞不定 就是要G20開會 是怎樣聯手抗疫 聯手抗疫 如果聯手抗疫 有個好的聲明 大家覺得 對抗疫 有機會減少疫情 市場就會有機會穩 有機會有些反彈 萬一 大家覺得 G20都是廢的 流流的 搞不定的 抗疫不能夠成功的 要小心 市場會破底而落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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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